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预知健康就从福军精英检测开始 很高兴再次邀请到福军精英检测的Dr. Chen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Dr. Chen好 是 指示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Dr. Chen你上集的节目里面给我们开了个笑 预知健康到底怎么样能够预防我们身体的健康 能够提前的知道自己的情况 今天是很多女性同胞很想知道的 就是我们最常得到的就是这个乳癌跟卵巢癌 那么这个做基因检测真的能够预防吗 是的 这是非常有帮助 那我们首先讲一下 因为这个乳癌它有几个很重要的基因 叫做BRCA1跟CA2 也就是乳癌一号基因跟二号基因 那这两个基因依照统计 如果有这个基因的女性朋友们 他们在70岁的时候 他就有70%会得到乳癌 到80岁的时候就80% 也就是说注定这个女孩子一定会得到乳癌 但有些人是40岁就得到 所以跟基因检测也能够预防 跟基因有关 对 好 那现在问题是说我们首先了解 基因生下来的时候就决定了 你的基因是一半从爸爸来 一半从妈妈来造成了你 那这里面如果说妈妈那边有乳癌一号基因 那它就传过来给你 那传过来给你的时候 你就是进入这高危险的族群 那现在就是说 你究竟是不是 因为一个妈妈生了两个女儿 一个是阳性 一个是阴性 所以不是每一个 VC1都会阳性 但是如果是的时候 它得到乳癌的机会 就是一般人的五倍到十倍以上 那我们首先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基因在整个过程之中 这已经有十几年了 但是直到五六年前 这个基因检测 乳癌的基因检测 才非常的扩大 就是因为有一个隐心 Angelina Joyce 她妈妈得到乳癌 她去照顾她 非常的辛苦 所以她那时候 医生就跟她说 你妈妈得到乳癌 那你要不要做一下基因检测 结果做了是阳性 VRCA1 CA2是阳性 那这时候 医生就给她建议说 那你是不是要把两个乳房拿掉 结果她真的就把两个乳房拿掉 所以这个事情还登到时代杂志 也因此 这个女性的VRCA1跟CA2的基因检测 自从她那个事情发生之后 增加了十倍 因为大家才了解说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检查 所以您已经告诉我们 如果做了基因检测 跟这个女性 她已经做了一系列的动作 来保护她自己的身体健康 所以换句话说 基因检测以后 如果自己是高风险群的话 是不是应该学习她 做基因检测之后 来做后续的处理的动作 是的 所以现在在美国已经有一个科系出来 叫做遗传基因执行师 也就是大学生以后 上两年的受制班 然后变成遗传基因师 另外医生他们也开了很多课 让医生变成医学执行 基因医学执行师 医师 来帮助这些人 那通常如果万一很不幸 他是阳性 也不要哭 因为事情不是那么严重的 OK 这时候 如果他要像这个隐姓一样 把两个乳房拿掉 那这是第一招 如果不要 也不必担心 为什么 因为从我们的饮食习惯 是跟基因加上不好的环境 才会变成癌症 所以你如果有良好的饮食习惯 比如说油炸的物质少吃 然后让你的脂肪摄取量变少 第二 我们要做定期的筛写 那现在已经有全自动的乳房扫描 那就可以在25岁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扫了 那现在因为乳癌的年轻化 从以前的50岁现在掉到35岁 说不定以后会掉到30岁 所以就要开始注意 那这样好好的注意 事实上万一有得到乳癌的时候 我们只要把小的乳癌拿掉 那这样就可以保存整个乳化 同时更重要不必做化疗 不必做化疗 然后对医学的医疗费用也大大的减少 因为可以从50万的变成一两万就可以解决 这个陈医师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 基因检测其实可以 真的可以帮到我们的健康 所以在下一集的节目里面 我们期待陈医师再来告诉大家 基因检测方面 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开我们健康密码 谢谢